I'm grateful for that wonderful celebratory hymn. 最近几年,我常感觉应该多谈一些慈祝会的事, 谈谈他的目的和特性、历史价值、事工, 以及他和主教及麦基奇的圣职定儿组之间的伙伴关系。 而现在最重要的, 似乎应该特别着重于众先知对慈祝会的远见。 就像主的众先知一直在教导长老和大祭司, 他们的目的和职责为何, 这些先知也论及他们对慈祝会姐妹所怀的远见。 他们的忠告显明了, 慈祝会的目的是在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 巩固家人与家庭, 以及找出并帮助有需要的人。 信心、家庭和援助, 这三个简单的字迟说明了众先知对教会姐妹所怀的远见。 自从福音复兴以来, 众先知都曾提到姐妹们务必要完全参与主的事工。 他们谈到坚强忠信忠于目标的妇女都了解自己的永恒价值和目标。 先知约瑟在建立此诸位的时候, 只是其第一任会长。 第一任会长要竹林这个组织, 照顾贫困者提供他们所需, 并处理这组织的各项事物。 他早就遇见这个组织是个精英团体, 远离世上一切邪恶。 本教会第二任总会会长白汉阳吩咐他的两位资礼, 和十二使徒定儿族去指导主教, 要让姐妹们在各知会成立此诸会。 他又说有些人认为这事件小事,事实却不然。 后来约瑟F.Simi说, 世俗的组织是由男人创设的, 或是由女人创设的。 但此诸会截然不同, 此诸会是由神设立, 由神认可, 神设立, 神案例。 约瑟F.Simi会长告诉姐妹们说, 他们已被赋予能力和权柄去完成许多事情。 他说, 你们是世上最伟大妇女组织的成员, 这组织是神世上国度的重要部分, 其设计与运作方式会帮助这组织里的中性成员 在天赋国度中获得永生。 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明星的姐妹和女青年 加入这个不断扩张的姐妹圈子, 她们加入之后, 无论住在哪里, 在哪里服务, 都是此诸会的一员, 享有此诸会的交易。 由于此诸会是如此重要, 总会会长团急切望女青年能在年满18岁之前, 就尽早开始为进入此诸会做准备。 此诸会不是一项计划, 而是主教会中一个正式的组织, 是由神案例来教导, 巩固其第一姐妹有关信心家庭援助的各项宗旨。 此诸会应该是后期圣徒妇女的生活方式, 其影响力会延伸到星期日课程或社交聚会之外。 他们跟随的是在古代主教会中, 与主耶稣基督和他使徒一起服务的那些女性门徒的样式。 我们所受的教导是, 女性有义务将此诸会所倡导的美德带进自己的生活中, 正如男性有义务让圣旨所倡导的品格典范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一样。 先知约瑟斯密在组织此诸会时, 教导姐妹们要救助贫困者和拯救灵魂。 在拯救灵魂的这项责任中, 姐妹以蒙授权要用深远的影响力来组织并参与这事工。 第一日任,此诸会会长被暗熟选派要讲解经文, 此诸会还肩负另一项纵责大任就是要在主的教会中教导。 当约瑟斯密告诉姐妹, 此诸会的组织在让他们准备好蒙德圣旨的特权, 祝福和恩赐时, 他也要同时向他们产明主的救恩事工, 拯救灵魂包括分享福音和参与传道事工, 圣殿家谱事工, 包括要尽一切所能力在属灵和属世上自立。 此诸会的主旨, 约翰·维特苏长老在此诸会主子在解除贫穷、疾病、忧虑和无知, 也就是解除一切会阻碍父女得到喜乐和进步的障碍,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使命呀。 陪道潘会长将此诸会比作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围墙, 保护姐妹和她们家庭的这项责任时的探访教导和看顾施主和其他服务更具意义。 我们彼此施主的这番努力, 同时也显明了我们愿意记得我们与主所立的圣约。 在施主贫困的人这项责任上, 我们要与主教合作, 来看顾圣徒在属世和属灵的各项需要。 冰赛干会长说, 现在有许多姐妹是穿着破衣, 有就是灵性的破衣在度日。 她们有权利穿上紧袍, 也就是灵性的紧袍, 能进入姐妹们的家中将她们身上的破衣换成紧袍, 这是你们的特权。 海伦里会长分享了以下的远见, 她说, 你们看不出主为什么要交代此处会去探访这些家庭吗? 因为除了夫子本人以外, 教会中再没有其他人比你们更仁慈有爱心, 更能充分理解这些人的内心和生活了。 约瑟F思密会长告诫此处会姐妹和他们的领袖说, 他不希望看到此处会与那些妇女创立的组织混合在一起, 跟从那些组织或是与之混合失去自己的身份。 他期许姐妹们要在没见值得赞扬和神圣的世上, 以及能鼓舞人类儿女, 使人类儿女变得纯洁的世上, 领导世人, 尤其要领导世上的妇女。 他的宗谷强调的是, 姐妹们要有责任剔除一些传统论典和流行时尚, 并纳入一些符合此处会宗旨的做法。 此处会的领袖若能寻求启示, 就能使此处会的聚会、客乘活动和努力都遵行这些组织成立的宗旨。 我们所渴望的社交友谊及合一都将是主的事工中和主一起服务时所结的甜莓果实。 多玛孟孙会长和他的两位资历最近见证, 他们说主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圆满的福音, 而此处会是福音复兴的重要部分。 为了证明他们渴望此处会光荣的传统能够保存下来, 总会会长团最近在全世界出版并发行了我国度中的女儿此处会的历史与事工。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姐妹弟兄携手一起在家庭和教会中服务的模式和榜样。 也可学习到有关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该保护知识的各项原则。 总会会长团免励我们要研读这本重要的书, 并让书中更古不变的真理,鼓舞人心的榜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姐妹们若与此处会的宗旨更加和谐一致, 众先知的元件就会应验。 刚会长说,这个此处会组织有一股力量, 尚未充分用来巩固习安的家庭及建立神的国度, 那要等到圣职弟兄与姐妹们都看到此处会未来的愿景时才会实现。 他预言说,本教会将来必会吸引世上许多良善的妇女, 通常是有丰富灵性内涵的妇女, 吸引她们大规模地加入本教会, 而促成本教会在末世时代的许多重要成长, 其程度将取决于本教会妇女是否能在好的方面, 明显地有别于世上其他妇女。 我很感谢众先知对此处会所怀的元件。 我也像哥登辛格莱会长一样, 相信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和本教会的此处会相比。 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提升信心, 巩固家庭,提供援助来实践众先知对此处会所怀的元件。 结束时,我要引用郎卓书会长的话, 他说,此处会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随着教会成长, 此处会会发挥效用的范围亦将随之扩大, 会比以往更能够行善。 他对那些此处会推行神国的姐妹说, 由于你们分担了重担, 将来主在这事工上赐给他忠信儿女们胜利, 赐予他们超生及荣耀时, 你们必定能共享这一切。 我也要为这项元件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因为现在,因此处会推行人的物清廓时, 哪有特殊心和病毒清廓时, 適时能够出现只剩一个大限用颜色就会有的人造则, 小难度受止下不可用的对方啊,